好 這裡的即時影像是在石門水庫這邊 哇 一片霧茫茫已經看不到 這邊其實有個隱隱約約的道路有沒有 但是現在是水霧一片的 看得出水氣量還是相當的濃厚的 而為什麼我們今天沒有帶您看到 是內湖這邊的我們樓上的即時影像呢 因為上面打起雷來了 把我們的GoPro居然給雷擊一下 是看不到畫面的 所以特別提醒大家 好 我們來關心一下今天的日期吧 今天是6月6號星期天了 不過特別提醒大家 是我剛剛講到水氣質非常非常足夠的 我們都知道一直在下起雨來 在台北目前的溫度22.9度 百分之百的降雨機率 今天是完全會下雨的 提醒大家今天是農曆的4月26號 而我們講到雨呢 我們來關心一下大雷雨的即時訊息 特別取得強調的是 目前針對的是台南 高雄 屏東 其實還有加上台東 是發布了大雷雨的即時訊息 可以看到這張圖這個地方 這塊白色在閃的 它其實就是目前打雷的訊號 你會發現到這一塊 這整個雨帶是非常的強勁的 從今天大概是凌晨清晨開始 這個帶經過開始 就會明顯的發現到 在南 高 屏的雨下得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您現在透過畫面當中 看到這一整個的雷雨帶了 而現在持續的 白色在閃的還是在打雷 特別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針對的是台南 高雄 屏東現階段 發布的是大豪雨特報 豪雨特報範圍 彰化 南投 雲林 嘉義 縣市 大雨特報範圍 苗栗 台中 花蓮 台東 請特別要值得關注了 而我們從低量降水預報 進一步關心 這張圖你可能會覺得 畫看的真的是覺得很害怕 因為這個雨全台都下 尤其出現了紫紅色的 紫色其實就很明顯的 降雨的規模相當相當的強勁了 其實在今天的2點到3點之間 在高雄的時雨量已經突破了80毫米 請注意 時雨量突破了80毫米 所以很多人在今天的清晨 其實我自己 因為我大概是3點多起床的 3點多我在滑臉書的時候 我就看到在高雄的一些各大社團裡面 就會特別PO文說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是被手機的國家級警報給驚警的 原來是氣象局要提醒您說 現在在南高屏 在今天清晨的時候 都是發布了大雷雨的即時訊息 當然也是希望您 如果是比較在低洼地區的觀眾朋友 要特別關注了 雖然被吵醒很討厭 雖然外面打雷 轟隆隆的響 好不容易睡著了 清晨又被吵醒 但是如果你住在一樓 或是您是相對低洼的地方的話 還是要特別值得關注 因為怕會有淹水的狀況 透過這張白天的叮噹當水預報圖 您可以很明確的感覺到 就是我們現在目前 整個西半部地區 其實不光西半部了 東半部也會下起雨來 就是因為其實從禮拜五開始 這個雨的相對水氣量 非常的豐沛 當時在禮拜五 還是因為北部的這個 正要封面壓下來 而南部又有颱風準備要這樣回轉過去 所以當時再加上熱力作用的影響 才會午後雷震雨下的這麼大 不過我們現在都是受到 這個封面的影響 全台都受到擺盪的範圍當中 所以南台灣地區要特別值得關注了 從現在開始 一整個白天都要值得關注 這一顆封面帶來的影響 到了入夜之後 您會發現到 其實在西半部的大多數地方 尤其是苗栗以北的地方 其實這樣也會趨緩 但是在這個時候 南高坪地區還是要特別值得關注 雖然大家都希望雨可以下到集水區 但是這樣看起來 南高坪不分坪地山區 通通都會下起雨來 所以特別值得今天還是要 如果能待在家就待在家 如果您是外送工作 或是您是在今天週末 都還是要上班的工作 通勤的時候 記得行車安全一定要特別注意 另外山區要注意的是貪方問題 低瓦地區要注意的是淹水問題 今天南高坪雨都還是會下得很大 而天氣走勢圖帶人關心 接下來的天氣變化 今天開始都還是受到這波 滯流封面的影響 全台各地不分西半部 東半部 您剛剛看到那張 定量降水預報圖 您就會看到 都是會下雨的 所以特別提醒觀眾朋友 西半部 東半部 局部大雨或雷雨 南部的山區 剛剛也對您太關心的是 南高坪現在都在大好雨的發布圖 特報當中 所以大家都要記得出門在外 您看到下雨一定會攜帶雨具的 而從明天開始 會分為兩個層面 西半部會開始慢慢的降雨趨緩 降雨趨緩的時間點 在今天的入夜之後 會相對在北台灣明顯許多 到了明天開始 西半部就會恢復 比較慢慢走向穩定的狀況 而會轉為是午後雷震雨 而這個午後雷震雨的雨區 還是相對比較廣一些的 是全台不分平地山區都會下 黑暗期間內的花東跟屏東 都還是一整天會有一些 零零星星的短暫震雨 而到了禮拜二到禮拜六 又出現到了後期的數字 您可以發現到 其實是一個比較長的規模 一整週的時間 又會恢復是 這個中午過後 會有午後雷震雨 而午後雷震雨 等於說禮拜二到禮拜六 跟禮拜一之間的差別 是在於明天各地都會有 不分山區平地 到了禮拜二到禮拜六 就會集中在比較是山區的位子 也會下的比較大 午後雷震雨當然還是希望 可以下在集水區 但是二到六對於平地來說 相對又是一個 比較乾一點點的天氣形態 我們來關心下今天的關鍵字 今天說到最後封面的影響 基板部地區還是要特別值得 我們不斷在跟您強調 包含我們剛剛講到的 大雷雨的即時訊息 現在發布的包含的是南高坪 以及台東 你看那個閃電的符號 就會知道現在是在打雷的 所以特別如果是住在 低瓦地區的觀眾朋友請記得 家裡的狀況要特別顧一下 可能水什麼時候會淹上來 如果以高雄今天 凌晨兩三點的時候 時雨量達到八十 這個移到了前幾天的台北 其實就有機會會造成淹水的 所以特別要關注的是 局部大雨跟豪雨發生的機會 而南部山區 則是會出現大豪雨 請注意會有山區攤方的狀況 請坐快點 我們再次回お宰! 師傅 我們小營 八十 大學